108課綱 大家好我是李化 108課綱正式上路了 我們在自然科方面 應該要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才能夠符合他的精神呢 108課綱強調核心素養 自主學習 我們呢 可以簡單分幾個部分 來稍微剖析一下 根據教育部的定義 素養呢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叫做知識 也就是我們在課本上學到的東西 跟以前的課綱是類似的 還要有技能 也就是呢你能夠自己動手做 不管是搜尋資料 還是做實驗 第三個更重要的 你還要有正確的態度 也就是你要有自己去探索思考的能力 我們可以用白話文來講 就是不要讀史書 課綱不停的改變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小朋友 能夠獨立思考 理解運用 必須要能夠真正的理解 才有思考跟運用的空間 怎麼樣才是一個理想的學習方式呢 我們舉自然科做例子 自然科呢在研究自然界的現象 老師呢試圖用文字 把這個現象描述出來 學生在自己的腦海中 依照老師的文字 再把這個影像重建回去 可是你能夠保證學生百分之百了解 老師的文字表達的意義嗎 我們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國二里話有個章節叫做波動 譬如說我用手甩動繩子 這個繩子呢就出現一波一波的波形 如果有人在這邊被繩子打到 他會覺得痛 也就是藉由這個一波一波的震動 把能量傳遞出去 這個就叫做波動 以前的學習方式來講 能量傳遞方向跟介質振動方向 一橫垂直 這種波叫做一橫橫波 橫波又叫做一橫高低波 背起來 可是用這種方式能夠理解 他要表達的內容嗎 但是用圖像畫出來給你看 你是不是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甚至呢 如果橫波 能量傳遞跟介質振動垂直 重波 能量傳遞跟介質振動平行 那請問你水波呢 水波是橫波 還是重波呢 你把一個水波叫出來 其實水 它在震動的時候是長這樣 裡面有沒有上下上下的成分 有 有沒有前後前後的成分 也有 所以其實水波兼具了橫波跟重波的特色 它應該叫做中和波 你說這個東西難不難 不難嘛 我圖像給你看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可是為什麼在國中 要先告訴你水是橫波 到了高中再把它修正回來 它是一個中和波呢 因為如果沒有動畫 你很難理解 什麼叫做水分子在原地繞圈圈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資優 也就是呢 在自然科上面 資優生只不過是 能夠把老師的文字轉變成圖像 它具有這種能力的 就叫做資優生了 但是現在科技進步了 我們直接把圖像展現出來給你看 每一個人 都可以變成所謂的資優生 現在的學生是所謂的華世代 他們從小滑手機滑平板 對文字的理解能力會稍微弱一點 但是對圖像的吸收能力 卻是比前幾個世代都要強很多 利用動畫上課 不但可以完整的吸收到整個知識的內容 更可以呢 節省下大量的時間 這樣呢 才有時間去做所謂的技能 實驗的操作 才有時間去做所謂的態度 希望各位 能夠一起加入動畫教學的行列 達成108課綱 核心素養 自主學習的目標